近日娱乐圈又出一条爆炸性新闻,就是张语气和老公袁巴元产生争执,疑似用水果刀砍伤了袁巴元,以致南方报警,警方确认了他们夫妻的肢体冲突以及南方背部的伤痕。 袁巴元前妻一发文对张语气,其实朱雅文早就预言了张语气现状。 一时间舆论哗然,人们似乎特别震惊,很多女士还给张语气娶了铁娘子、社会我企界等称号,纷纷直呼痛快,大快人心,似乎扭转了女性长久以来弱势的体能地位。 回顾一下网铺的张语气的暴脾气记录,和汪小飞护山耳光,在路上逼停王全安的车,暴踢车门,这次堪称提刀砍袁巴元。 袁巴元前妻一发文对张语气,其实朱雅文早就预言了张语气现状。 随后前男友,前夫,汪小飞,王全安纷纷上热搜,汪小飞还发文平平淡淡就是服,配图和老婆大S的合照。 网友更是细精配文,取得还好不是他,不然今天的新闻男主就是我,还有网友表示终于懂了,之前在康熙来了,被问为什么会和大S闪婚,汪小飞达从未见过说话这么温柔的人。 袁巴元前妻一发文对张语气,其实朱雅文早就预言了张语气现状。 再看看袁巴元的前妻,或者说前女友个小倩,两人举办过婚礼,但事后遭到袁巴元反悔,只能将怀孕数月的孩子生下来,并未领证,但具有事实婚姻并孕有一女,此前前妻还为了女儿的户口问题,把袁巴元告到了法院。 只想说,一个对留着自己血脉的孩子,尚未如此薄情的男人,真的不敢恭维。 袁巴元前妻一发文对张语气,其实朱雅文早就预言了张语气现状。 近年还被曝出了欠了巨大数额的赌债,甚至还被告败了诉,堪称是赌如命了吧。 大概每个赌徒都是自私无度,让人发指的吧,有这种恶习,想来生活婚姻也是诸多磨难,看到这里大概也能理解张语气的不幸遭遇了。 袁巴元前妻一发文对张语气,其实朱雅文早就预言了张语气现状。 袁巴元的前任葛小倩发文,远离情绪,精神容易失控的人,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明天会拿起刀子对向谁。 平安是福。 更不要吹捧,设想所有人遇到纠纷都提刀或者使用暴力,毁了别人,也是毁了自己。 其实这话说的倒是有道理的,皆不可捧杀这种双标的暴力行为,发生在他人身上是一出戏剧,发生在身边人身上就是一出悲剧。 袁巴元前妻一发文对张语气,其实朱雅文早就预言了张语气现状。 其实张语气是生活在离异的单亲家庭,和母亲相依未命,大概童年的某些缺失的父爱,造成了他坚韧又要强,冲动又暴力的个性,原生家庭的印记一直在他身上,不曾离开。 此前在,心动的讯号,综艺节目上,张语气问杨超越,我俩像不像。 杨超越情商献上,答,可能我长大了就变成你了,朱雅文直言,你也不学点好,像他有什么好。 这话似乎预言了张语气的现状吧,张语气情绪转折了一下,最后也打趣道,对啊,像我有什么好。 原八元前妻一发文对张语气,其实朱雅文早就预言了张语气现状。 虽说朱雅文是开玩笑的口吻说了这句话,但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说过,没有玩笑,玩笑话也有真话的成分。 大致朱雅文还是袒护同乡杨超越妹妹,希望她情路不要像张语气那么坎坷吧。 张语气竟然没有回对,也赞同了这个玩笑。 大概心理认同,并明白自己生活有不为人知的艰辛吧,希望超越妹妹能幸福吧。 原八元前妻一发文对张语气,其实朱雅文早就预言了张语气现状。 最后希望张语气能够走日走出原生家庭的魔咒,也请大家拒绝双标,不可逞一时之快,酿成大祸。 你有什么想说的?留言键。 咱们 interpol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